台中一中4月29号举办员游会 上单却有一位摊主主题写 西环娜被质疑谐音是有歧视原住民的意味 让网友炸了锅 也让多位原住民议员在议事堂上痛心的提出 现在教育是怎么了 更表示现在应该是平权社会 要求学校应该要向原住民道歉 对社会 对原住民 全国的原住民要有个交代 市员们在议事堂上大动怒 就是因为这件事 这是网友在网路上疯传的截图 台中一中原游会摊位 上面写着西环纳 念着念着就像是歧视字眼 更是充满着谩骂意味 也让原住民事议员们 在今天市议会上怒轰 现在的教育怎么了 每一个族群 在每一个环境 都要受到平等的对待 那原民会主委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面 你应该要站在一个原住民最高行政机关的立场 要表达严正的抗议 不要把这个侮辱当有趣啊 不要贬低我们原住民再次发生有这样的事情 本习建议 本习建议 一定要做严审省处 才会禁告全国的校风改进 学校园游会本是开心的日子 不过现在当中有个高额的摊位 摆摊的主题取名就叫做西环纳取字台语的谐音 并且可以看到这个菜单的品项还刻意取名了 忙翻了出草的味道等 甚至举办优惠活动为除以1.35 暗指原住民学生加分的比例 不只网友骂翻天 就连在今天 西环门在议事堂上痛心的表示 学校的教育怎么能够有歧视的意味 现在不是应该讲求平权吗 对此副市长王玉敏也极力的强调 学校应该公开出面向原住民道歉 我没有办法接受出现这样的歧视性的言论 包括过去我自己在立法院里面 也有立法委员 他自己讲出这种不适当的歧视性的话 那他也必须在议场上面去道歉 连立法委员他也需要道歉 所以今天如果发生在学校里面 我认为校长也应该要出来代表学校 今天办这样的活动 那有出现这样的歧视性的 不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他应该要代表校方出来道歉 其实之前出现校园 不免让人质疑教育出了问题 虽然活动已经结束 但这个种族刻板印象 也让原住民受到伤害